在第一届全球论坛的时候,中国政府只是旁观,所以他们拍戴我来提 但第一届开得非常成功,因为我要去约森泰演讲 第二届,中国政府,胡锦涛,中英纪各部部长签字,准备全球论坛 但是当时让我很尴尬的时候,第一届开得非常好的联合国,各个全支持 不实际上任,他的思维就走向冷战时的思维 没有从全球化这个体系来考虑制定政策 一下是世界卷到战争,注意力就卷到另一方向 2001年,《千天守守》报告,我给了中央,还有翻了七个文字 中国高度终止全球化,产生现象,也认为中国应该融入全球化 但是,2001年以后,联合国突然一句不提全球化 那么我们只能是孤云奋战,因为我们跟中央政府倒是愿意坚持全球化的选择 当时也是两个派,有一派认为这是美国的全球化 有一派认为这是客户的全球化,所以争论的比较激烈 现在这个问题就不争论了,信息革命导致的全球化,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已经来到了 而且,它开始冲击到,冲击的冲击 它的浪潮开始产生了,在人类社会里产生的一些巨变 一个真实的全球化展现在我们面前 有人也在思索,为什么一个危机接一个危机 到底这个体系中存在哪些因素 全球化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 怎样来用全球化的体系 怎样用全球化管理机制来面对全球化出现的问题 这次呢,我们在北美高峰论坛上也一直能提供焦点在这上 现在全球都经历这个世界问题,咱们去从哪个角度来分析 从哪个角度来提出它的战略和实施计划 我在2001年出版的全球化栏栏书 前言里我写道 我不希望看到一个悲伤自私的全球化 我希望看到一个共云共享的全球化 当时我记得我还写道,我不希望看到留学 我希望看到一个世界的全球化栏栏 后来连任国众认识说 不可能,世界就这么危机吗 他说我得把它划掉 其实当时应该把一些关键词汇写进去 所以这个后来在Google电子版上出版了 而且我在很多标题里写的比较厉害些 我说全面的冲击,严重奖战 但是很多学类不同意 他说你这样给我录到的事情 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 其实我20年内看到了一个,我想我的悟性 但是当时我也不敢坚定 确定我的百分之百正确 所以我,有些这些平衡东西 可能有些对金融体系的制度性崩溃 我们没敢写进去 但是这些东西我不能设置到 所以,基金会当时的目标已经定下来 就是提债权人类的合作精神 逐渐消费频道差距 建立一个公平正义资源共享的全球化实际 八年来,我们走了不平缓的立场 在今天,基金一对历史的实惠感 我们在这里发表一些我们认为成熟的观点 与大家共享 我呢,出事比较低调 我从来不在媒体上发表演讲 我在论坛,我是论坛主席 我搭了台,我很少发言 我就在后面筹备 因为在策划议题方面 我们都要向那一张汇报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话呢 因为是朋友之托嘛 我也在趁这个机会 我也盼着自己的想法 第二,全球化时代的信息革命 第三次共济革命 在说句之前呢 我在哈佛戴正好见见 格林斯帆 我还是对他很尊重 虽然有不同政绩 他讲到两次工业革命时代 都是有形的 第三次工业革命 是一部分有形 一部分无形 后来我当时格林斯帆说 我说工业时代也有无形的 你比如说电 电,你说有形吗?也没形 他说对不对 那第三次工业革命 也不是 我不打同一个大趋势这些表情 天亮飘着晶 别人盖死他也 创造的平台 他也是一个硬件 变化的平台 他呢 他的创新软件 像这些也是无形的 所以 当时我们也找他了 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论探讨 最后激动还是在 这个 信息革命的理论 因为你说 没水在全球 每个点没有时空 国家的屏障 原来1956 六几年国家的理论概念 会充滑 所以就像 《世界是平的》 弗莱德曼的书 因为当时 维瑟奈也引入他的画 他讲到了 就像白米一样 一次冲击着各国的屏障 他讲的当时 是最早期的学会 当时维瑟奈在人大堂演讲这块 我觉得很有意思 后来 他第一部《橄榄树》 也凌智骑射这本书 就讲全球化了 当时中国部长出版 后来我说我写虚拟 外国人批评一下美国 我说在中国批评美国很容易 我来写这本书出版了 以后我们论坛的 作业会的成员 又把这本书翻成第二本 翻成中国 影响很大 叫《世界是平的》 我觉得很多观点很有意思 他找到 春风半角角的是 技术全球化 所以这一次 在京东海啸的伟论美的 技术全球化也起来工作 包括是经济全球化 那么这次《新极革命》 党投资的全球化 比以往发的速度之快 它的成本也便宜改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全球性的广播效率 第二个理论 它是当时我还不理解 咱们老提关联系和广播系 你叫奥巴马一上涨 马上全球就奥巴马认 过去实在不可能 国业国之间都很平常 现在它就是信息化的 也是这块起座 很多东西都是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 我在能够接受一些 德国思维方式很有意思 大家不要谈那些 整天谈的东西 那些不会出现 大家谈一些想不到的事 你看以后出去 都是想不到的事 你像我在德国也想象 天天讲 哎呀西特拉 根据 我大部分